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直接套用在台湾的国造潜见了 那也否认有抄袭 不过呢这个事情已经在韩国警方 把三个人移送检查机关 甚至通缉法人代表 那这个代表还仍留在台湾 这个对于两岸 对于台湾的这个潜见技术 国造技术来讲 被形容是不是蒙成了呢 那他到底 国造潜见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花了那么多国家的预算 其实对于成效来讲 大家一直蛮有个疑虑的 那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情 您来观察 会不会也觉得这个事情 真的是让台湾的国造潜见技术 又更加的蒙成了呢 对这个应该是会出 我觉得处理不当会出大问题的 因为他现在依赖这些 过去曾在韩国有造潜见经验的 可是因为韩国 因为他这个 他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完成 而被解雇的一些工程师了 那靠这一批人 那如果这一批人现在因为他们跟原来的雇主 也就是韩国的这个造船公司 造潜见公司 可能是迁有保密协定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做过的这些事情 等于就是说你这个机密不能外泄 这个就等于这个我们所谓的 商业机密保护法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你曾经在A公司工作 对不对 可是你离开的时候 你不能把A公司的商业机密带到另外一家公司去 然后帮助另外一家公司 那另外一家公司可能将来是我的竞争对手 所以各国都罚的蛮重的 这是一个商业机密 我认为它本质是一个商业机密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这批韩国的宗城市 如果他们这个案子在韩国被成立的话 那他们显然他们就应该不敢继续待在台湾了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造 这个所谓的潜见的这个建造的这个进度 因为你同样一批人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 那突然又不能工作的话 你这个潜见就有问题了 那问题就变成说 那当时我们跟这批韩国公司签约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对方有没有把问题跟我们讲清楚 那如果这批工程人员的话 他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他没有跟我们讲清楚 又跟他的缘故组发生这个法律的纠纷 导致我们的这个潜见的建造的这个进度 受到延宕 或者甚至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话 那这批这个韩国公司的话 也应该对我们负有责任 我们也应该对这批韩国公司 保有这个法律上的追溯权利 因为他跟缘故组之间的问题 他没有跟我们 也是不是没有跟我们 跟我们事先做一个说明 那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是你过去你跟缘故组之间的法律纠纷 可是你不能影响到 你现在跟我们造船的这个 你给我们的这个进度 或者把我们扯入这些纠纷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都是应该厘清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当时你找这批韩国的 这批工程师的时候 你有没有先把这些问题先预想到 有没有先弄清楚 这批韩国工程师 他跟他的原来的原来的雇主 韩国的雇主 是不是有保密协定的问题 他是不是适合来台湾工作 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复杂的法律问题 我觉得任何跨国的这种 不管是这种工程案件 或者说是跨国的这种 聘雇案件 我觉得他本来本身 就有很多法律的问题 都应该有经验的人在事前 都应该要把它先都处理好 厘清 那才不至于发生像今天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当时是不是在做这个 用这批韩国工程师 有一个周全的设想 有一个这个比较专业的法律方面的 这个专家 在提供意见 让这种事情不要发生 所以发生这样子的事的话 受害者是我们 那不是韩国工程师 韩国工程师 它是它个人的行为 它当然要负责 可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潜见的这个进度化 那我们也是很大的受害者 那我们自己在处理这个 聘雇这批韩国工程师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周全的设想 当时在这项端问题上 有没有先厘清 有没有搞清楚 对啊 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搞清楚 或者明明知道的话 明知我们还要冒险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因为国造潜见 大家理论上本来以为 就是用我们自主研发的能力 来发展国造潜见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人才 还有技术方面的不足 可能必须要引进一些 国外的技术人员 那结果如果真的变成 我们的台造的潜见 都变成一个拼装车一样的组合 那如果现在更尴尬 如果万一一不小心 真的跟韩国的设计的潜见 有所重叠 或者是有被认为 抄袭的可能性的时候 这个万一有个法律的官司 那就更尴尬了 而且我们大笔预算 已经花下去 当然现在台船是否认 但是也把我们的 国造潜见的 几个关键的因素 浮上台面了 包括人员是不是拼装的 包括技术是不是拼装的 到底自主研发能力足不足 这个预算一直投下去 能不能真的研发出 可以用的装备 其实我是觉得潜水艇 一定造得出来 我以前也跟一些海军方面的朋友 我也跟他们请教过 我说潜见造出来 他说当然造得出来 台湾大轮船都造出来 那有什么不能 可是问题就变成你造出来以后 你这一艘潜见的性能如何 因为你造出来 人家现在都是用这个德国的双B的轿车 在跟人家赛车 那你搞一辆车子是像印度一样的 那个什么TATA水准的车出来 有没有什么意义 你就是为了造 你有没有意义 比如说它的这个很多功能 性能方面 还有它的可靠性战斗力方面 能达到什么水准 这个比较重要了 因为这些核子潜见各国 关键技术各国都不外传的 你都要自己造的 所以这才会造成我们这个潜见技术 到现在出了那么多问题 然后呢 我们现在从这个主政单位的了解 就是说这是一个拼装车 也就是这个系统 什么控制系统 或者说什么这个声纳系统 什么什么系统啊 都来自不同国家 然后呢 现在发觉它这个工程师团队呢 跟设计图子的团队呢 又不是同一个国籍的 对不对 然后全部就是说 是一个联合国的拼装车 你想想看 这样子情况 我们就来造一辆汽车 你对这个汽车 你会有信心吗 对不对 很难 就不要简单东西 你都东 就是说我们不能讲东拼 东西臭了 讲的客气 讲的客气点就是说 它是一个拼装的 各国的技术都有 它就变各国技术 你今天 你今天德国车 做一个法国的引擎 你好不好 你好不好 德国车子不错 结构很好 你装一个法国 已经适不适合 对不对 然后你的这个避震系统 你又装个日本的 然后呢 照明这个电 这个里面的积电系统 你又搞一个韩国的 这个加起来的话 事实上的话 就我们一般这个好 对这些机械好 或者超有常识 觉得哇 这个配合起来 可能好 问题会比较多了 那我就讲韩国的造建技术 造这个 造这个 潜建 韩国为什么今天还能够 有一基人还能够做 韩国怎么造 韩国跟德国的一家厂合作 那他造了两艘 第一艘厂是在德国人 德国的厂制造 然后呢 制造的过程中 从设计开始 韩国就派了一整组人 到德国去 然后呢 跟着德国人在旁边收把手的学 然后呢 是德国人造的 德国的设计 在德国厂制的 然后韩国害了一整批的人 去从头到尾 在旁边 跟着看跟着学 那这是第一艘 造出来好像 好像并不是很令人满意 听说 然后第二艘怎么造呢 第二艘就在韩国造 然后呢 有去韩国 去德国学的那批韩国的工程师 设计人员 这个工程人员造 然后德国派他的一组人员 到韩国来 在旁边 再教韩国人造第二艘 是这样造的 结果听说两艘的结果都不怎么样 是 那以韩国的经验 这样都造不是很满意的 你想想看我们这个造 我们这艘舰造出来 你觉得满意 没错啊 你可以造出来水准说 现在是2020年 你造出来水准是2020年水准的 如果造出来是1960年的水准 那有什么意义 我是觉得有什么意义 就是说没错啊 我也可以风光下水啊 我也可以到时候潜到水底下 那请问你是能潜100公尺 还是潜300公尺 对不对 那填水艇很重要 就是说它的那个水下的 那个引擎的声音有多大 你的声音是人家在水面上都听得到 有什么意义呢 它就是要静音啊 这个技术都不外传的 报道上说我们去跟日本 日本这个 接触日本人一口回绝 为什么一口回绝 日本人讲说我苍龙级的潜水艇技术 自从我从一次大战 我就开始累积到二次大战 到现在 这个技术就交给你的话 我还有什么竞争力 它都不外传的 所以日本连合作都跟你合作 对不对 它事实上当时澳洲要买这个 要买潜艇的时候 第一个找日本 日本也不卖 就后来才有法国人去沉门 然后后来又被美国人抢走了 这个澳洲的潜艇 所以潜艇是很难的 可是你难 你也要按部就班 也要照归照这个好 所以你现在因为急嘛 因为他就要当一个政绩 蔡英文总统需要政绩啊 对他当做一个政治的因素来做以后 哇就搞出来 东边说 我给你一个声纳系统 西边说我给你一个 我给你一个这个 这个鱼类发射系统 那边给你说 我给你一个推进系统 哇 然后呢 由于你们自己造 然后找图纸设计公司 找了一公司设计完了 然后呢 工程师按图索计 也不是这个设计公司 然后就东拼西送 找了一批韩国的 那就是这样子一个拼装车 那造出来 你对他造出来的水准有多高 战斗力有多少 你会有信心吗 我就拿中国大陆那个 最近他们这个 003 国造民航机 大型国造民航机 C919 嗯 嗯 这个他们搞了二三十年 是 最后这一架飞机 它的自制率只达到60% 嗯 包括引擎都还是国外的 所以 所以制造这种东西啊 那潜水艇米 平航机更难了 那 而且它的要求规格很高 你才有战斗力啊 你才能发挥发挥 你现在你制造一招 你192020年 你制造一种 1980年代水准的潜水艇 有什么意义呢 对你说 因为我能造 谁都能造啊 很多国家都能造啊 你造出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造出来是能不能用战斗力如何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可是问题就变成 它当做一个政治图腾在处理 结果呢 就怎么样 就只好去将就 只好去怎么样 去配合 那造出来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瓶装车 你想想看 这个瓶装车 这种不同各国的系统配合在一起啊 那个彼此的相容度 彼此的啊 是不是能够配合啊 这都是一个大问题啊 那现在又出了这个工程师 都有问题了 可见这个本来就是困难的事了 连韩国它的工程师出去给它造建 韩国原厂它都会有意见啊 因为这个技术大家都不外传的 就跟你今天台积电也好 今天我们很多厂商最怕员工到别人的公司去 把你的这个机密带走 那现在是同样情况 这个就是一个商业机密密的问题啊 我们国内商业机密保护法 罚得很重的哦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个公司当工程师 然后你跳槽到另外一个工程师 啊你加薪加倍 可你把原来公司的机密 带到另外新公司的话 那你要付很 你你如果你如果被被告的话 然后罪责成立的话 判刑判很重的哦 是其实大使刚刚问说 大家会有信心吗 是真的很难哦 因为包括之前先前请教过 几个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他们想要知道我们国造浅见 我们制造不是很厉害 尤其是成为蔡总统一个很重要的政绩 所以我们要知道那预算怎么用 哦还有相关的技术 是如何的去做组合拼装吗 或是怎么去研发吗 但大部分的机密都被列为机密 就真的是机密 就是说也资料是连预算术 还有一些比较想要 委员想要拿到的资料 其实是拿不到的 所以就是国会也很难监督 这才会变成一个大家 疑虑也很难真的有信心 甚至是不知道他到底会往哪里发展的 一个不明的这个现象 然后现在又发生 韩国的企业厂商 疑似有被这样 韩国的官方来做指控的消息 其实影响很大 到时候连带像大使讲 如果连带让我们整个浅见的 整个制造的时程都延宕 然后甚至内容出了问题 甚至再万一有国际的官司 那就真的是尴尬又丢脸 而且又浪费我们的国家预算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想要讨论的是 最近让大家非常生气的消息 陈时中又改口了 二四小时不算是错的 那大家三千多位这个死者 还有他们的家属 要跟谁要个公道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欧文在讲什么 什么中广成为习近平的文宣猴舌 怎么可能 拿来的钱可以拿 这是什么形容词 听不懂 看不懂 叶军说俄罗斯的核潜舰是世界第一 我相信 看过我是不太懂这些设备 但是看过一些资料 的确是有很大的差距 要能够到了很前端的科技 真的是不容易 谢谢乌类 欢迎回来 中央先往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我们的国家的预算 到底怎么用 在防疫上 刚刚谈到的像 国造浅健的预算 还有我们好多的国防预算 就光是在防疫的预算上 其实立法院给的执政党的空间 非常大 那么预算也是几乎是 有求必应的在提供 但真的用在刀口上 那么光是所有的措施的 落后部署 跟让很多家属觉得心痛 跟愤怒的这个消息 就是24小时火化 我们实行一年多快两年了 结果3000多位死者 现在陈时中一开始讲说 是大家误解了 根本没有这个规定 那么很多家属跳脚 跳起来之后 甚至殡葬业者也无所世仇 不知道该把这个遗体 到底怎么处理之后 陈时中昨天改口的时候 我们大家看到都傻眼了 他说其实24小时火化 也不算错 只是我们都没有明说 没有一定要24小时 碰到这样的指挥官 他现在只想着 准备要去选举了 所以所有的程序 准备草草结束 柯文哲痛批 是把大家当白痴 家属觉得你要还我们一个公道 你要给我们个道歉 这3000多名死者 现在没有公平正义 死得已经疫情很冤枉了 然后又来用这种程序的方式 让大家走得没有尊严 家属来不起好好告别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 先别进入啊 太可怕了 大师 就是不负责任的政府 然后草菅人民的政府 把人民当傻瓜的政府 就这么简单 陈时中就这样子胡言乱语 在那边胡作非为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居然还有很多人认为他做得不错 对不对 那你不是无言吗 还有很多支持者认为他不错的 他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是民进党最瞩目的 出来竞选台北市长 哪天胡说八道 第一人选 对不对 有人认为疫情很好 不过他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也不是第一次了 对啊 你这个 你说他没有说 哎呀我没有说24小时 那这24小时的规定是哪里来的 执行了那么久 那不是你要追究责任吗 殡葬业者或者各个地方 他到底依据什么规定的 然后不是你 不是你卫福部的规定 然后殡葬业者可以自行规定啊 所以这个完全挑战人的最基本的仓势嘛 对 那前面说 前面说没有我没有说 后来说24小时也没有也没错啊 所以这种 就是说啊 就明明白白的 明白的说谎 明白的好推诿责任 就是说在天下人的耳目之下 天下人的这个好之下 他都敢这样做 这个人 这个人 就是所有我们的教课书上来讲的 不能赋予权位的人 不能给他权 不能给他位 这种人你给他的权给他位 他就做出来事就是这样 好事都是他的 好处都是他要沾的 然后呢 公然啊 公然 公然舞弊 什么都敢做 然后呢 明明他说的话 他说我没说 然后就前后不一 反复 反反复复 这在我们来讲的话 碰到这种人 你都避而远之了 居然民进党还把他当人才 还要给他出来选台北市 已经搞一个这个疫情搞还不够 还要搞这样 前两天我看那个谁啊 陈建仁出来啊 前副总统啊 出来在那边啊 做公益广告还怎么样 他说啊 Omicron是危机也是转机 你觉得 目前死了12位儿童 你觉得 对他们来危机 对他们来讲 是转机 哪来的转机 你觉得有什么意义 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对他们是危机 它是一个致命的危机啊 命都没有啊 还有什么转机 或者是3200位的死者 和他的家属 对啊 这是什么转机 然后呢 马上可以过上美好的日子 大家忍耐一下 坚持一下 有些人没有办法过上美好的日子啊 你政府有没有用尽你所有的力量 来防止这些死亡 防止这些家破人亡发生 我只想问政府一句话 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不是在说替大陆讲他们怎么样 大陆坚持清零 基本上就是在怎么 在救人命啊 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 大部分人的生命获得确保啊 起码你有努力 大家一起来努力 来确保他的死亡数 那从最后的统计数字来讲的话 大陆14亿人 你看他的死亡数多少 非常有限 那比例化非常的低 那你再看看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 因为他的行政效能各方面的问题 政治体制问题 他死了100万人 这些人如果生在中国 他不会死 他不幸生在美国 那今天台湾现在 Omicron政府用这种躺平 让我们用什么 用我们养成渠听免疫 就是怎么讲的 政府不作为了 然后居然还有一个号称 公卫战家的副总统出来说 危机就是转机 我们马上要迎接美好的未来 然后呢 台湾又会成为世界防疫的一个典范 我想请问一下 陈时中连24小时都敢说谎 这个有没有这件事情 公然撒谎那么多次 这是什么典范 这难道是世界的典范吗 这一批民进党的权贵 吃香喝辣 对不对 然后呢 搞了那么久 还在那边自吹自擂 他讲话的时候 哇满点笑容 你那个陈建仁 你看你们可以去网上看 打陈建仁看三个字 他的那个宣传片 哦高兴得不得了 觉得他民进党做的 应该全台湾人民都怎么样 都应该跪下来给他们客头 感谢他们多有能力 做得多好 那请教一下 我们这些往生的 这12位儿童 昨天往生有100多名 对不对 100多人 124人 那他们怎么样 怎么样过上美好的生活 不懂 我昨天我在节目上念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自己情绪都 我虽然不是当时也不认识这些 确诊罹难者或者是家属 可是光看他们的经历 形容的过程就让人家觉得心很酸很难过 这个一位确诊者的家属 王小姐她说她是父亲确诊之后被安排进了专转病房 19天之后病逝 这期间呢爸爸就一直想回家啊 想要想家人啊 但是都见不到 那么也不能够陪伴 就最后只能孤苦离世 然后家人就崩溃了 非常的伤心难过 而且呢 最后发现他走的时候 在家属只能配合啊 20小时要烧啊 结果烧的时候 发现过程没有露营 没有保鲜膜 里面层层是保鲜 也有包了很多保鲜膜在他身上 但是呢 看护说父亲是在尿布没有栽 连衣服也没有换 腿上的针头也没有拔的情况之下 就被包到尸袋里面去烧掉了 那种家属是亲和以堪 而现在呢 我们看看人家国外的规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 如果说有确诊者的丧葬指引 他们是强调 应该要避免仓促处理的 而且要顾及尊严 文化传统跟家人 受到尊重跟保护 那么像纽西兰澳洲 加拿大 我这边手上有澳洲的规定 新加坡也是 就是呢 允许土葬啊 允许沾阳遗容啊 甚至在澳洲 还是部分的州 是可以碰触遗体的 只要事后酒精洗手 这种就是顾及到家属的心情 但同时在防疫的措施上 有一些家严的规定而已 而不像我们台湾 就是充促的24小时 没有尊严的 没有办法见到家人 离开了那段时间 通通都是在孤独死的情况之下 然后最后官员却来甩锅说 哦 是没有明说而已 到底是不是他规定的 他还不太肯承认 就是误会一场 这种转弯的政策 这种甩锅的说法 真的听的人愤怒至极啊 由最低一点道德标准的人 都不会像陈思忠那样子讲法 对不对 冷酷无情 不负责任 然后呢 前后不一 那 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这24小时 更有意见 我告诉你 最简单 就是你去看陈建仁讲 他说 Omicron这个病毒啊 跟Alpha Beta 什么都不一样啊 他说啊 他很轻微啦 他意思就是他没有什么威胁性啊 大部分人都是无症状啊 得了以后除非你变重症怎么样 要不然也没怎么样啊 意思说Omicron 就是好 没有什么威胁性的 那请问一下 既然如此是这样病毒化 为什么往生的人还要把它当做一个好 一个病毒来处理呢 对不对 还要碰都不碰 人家不是说 往生的人第一个他也不能呼吸了 对啊 他身上的病毒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办法传 而且你不是说Omicron 基本上不是一个威胁性很大病毒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当做Alpha Beta 那样子的病毒的过往生的人一样处理呢 这根本就矛盾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他们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已经反应了 那你既然讲Omicron 你都要我们活的的人 都要跟这个Omicron 同样怎么样 要怎么样 要跟他共存了 对不对 那 死的人身上也是Omicron 你不是要跟他共存吗 那为什么要把他尸体这样子 这样子草率的处理呢 这完全不合逻辑啊 不合常理啊 对不对 你都要我们活着的人 在世界上 在这到处趴趴走 你政府也不做任何管制措施 对 叫我们去跟病毒共存 对不对 你现在就是要免 要养成群体免 要我们共存了 你去看看陈建仁讲的Omicron 他讲的好像 根本就不是一个很 一点都不危险的 大家不要担心啊 对不对 等到了高峰期 慢慢他就会下降 然后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马上我们可以过上 我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 那我想请问一下 既然这么有算的病毒 这个病毒这么没有威胁性 为什么得了这个病 死生 往生的人 你要把他尸体当做如此的这种 当做如此不能够跟人家 跟自己亲人都不能接触的人 在内 有的说实话 你得了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你这个政策搞得很多人 其实他可能确诊了 他都不愿意承认的 对不对 你诚实中自己讲黑数有 而且照人很多学者 黑数非常非常大 那你政府不是 你只是不承认好 其实你就是叫我们跟病毒共存 那你为什么对于 往生者 他的大体 要用这么不合情理的方式处理呢 如果他是Alpha Beta的话 你还有一点点好 你还有点理由 既然这个病毒 现在Omicron被你形容的这么好 这么不具威胁性 那你为什么对于 因得此病而死的 而过往生的人的大体 你要用其他那种非常 因为非常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 或者有强烈后果的这种病毒 那尸体同样的处理方式呢 这有问题啦 现在指挥中心 已经是有严重赌值的问题 这个赌值是来自于 他自己定的规范 在各地方政府 跟兵移管三藏的机构 执行之后 他居然否认 否认之后又改口 又转弯 才又说 其实只是没有明定而已 这就是严重的赌值 还不只是道德伦理 什么责任上不负责任而已 他严重的违反 他职务上应该要执行 而未执行 或未妥善执行 的职务 所以他根本就是 对不起我们的国人 对不起拿我们 这个所谓薪水的纳税人 那么更对不起 这三千多名死者 他们白白的这样死了 被草草的 像医疗废弃物的处理 他欠这些所有人 还有家属 一个道歉 但迟迟只看到 他还在凹 还在转 没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 甚至我觉得监察院 应该要展开调查 他就是废尺职务 他就是 对不起职务 他的职务就是出现了 很大的问题 赌职 应该要办他 这个 我觉得受害家属 可以对他提及到说 对 那么 一般社会人 也可以 也可以举罚他 我觉得 他享受太多权力了 而他不晓得 权力的背后是责任 完全不负责任 还会警告别人 还会恐吓别人 他自己不知道 他犯了多少的错 然后给他了那么多资源 把这些权力给他去做事 然后呢 你看看他现在要我们就是躺平 他自己躺平以后 我们就躺平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的 我们就与病毒共存 你说他要不够 他说我要很多 你说我口罩不足 他说口罩谁说不足 给太多了 他们会囤积 人民会囤货 这嘴巴都话都他讲的 那我请问一下 那么多人在街上排队 也只能买一盒 一盒五个快塞技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囤货 你要囤货你去囤嘛 你去每天去风吹雨晒 你去排队试试看嘛 家里有个老人去排队 因为年轻人工作 没时间排队 去买快塞技的时候 你说不能卖太便宜 因为会囤货 我们没有缺啊 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啊 台湾人就是怎么样啊 就是攀便宜 所以才去排队 卖贵一点他就不要 你说这种政府 如此之不良 如此真的是黑心啊 真的古今中外很少见 我们今天台湾就说 真的是好 不晓得什么 好像好像那个好 不要怎么回事 这些啊 这个牛鬼神蛇 就到处冲刺 而都冲刺在这种 重要的职位上 真的是危害百姓啊 造乱了 这个地这个社 不是为造福社会啊 是为货社会 而且是各机关都不在自己的本质上 监察员也不查也不办了 只会顾着塔律班 保护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人啊 就自己人啊 谢谢草船给我们逗内 他说大使是最强的嘉宾之一 千秋万事中广最优质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可是真的一个官员无能 还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顶多做不好事情 他是无耻的时候 那么这个加上他为了有各自的利益的考量的时候 去把政策做成了错误的扭曲 伤害的是人命 还有我们整个国家 整体人命关天的所有的防疫的事项 就可以这样被他随便的乱搞 那么不断的在用说谎的方式在执政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非常的丢脸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想要跟大使聊聊 您最熟悉的美国议题 朱立伦主席 现在到了国务院去 见了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 你的看法如何 那么两岸论述 国民党有走出自己新的路吗 马上回来 更多精彩 请准备通关 对啊国南 总统连讯息都可以公布假的 什么叫做 疫苗涵盖率 到变成社区涵盖率 真的是不可思议 光看到这些创意形容识 就觉得快疯掉了 从校正回归到社区涵盖率 疫苗有打就是有打 没打就是没打 还可以把确诊者 当做有打的数字 来当做计算 真的会被搞死 超专 了解你的忧心 好 太可恶了 真的是这让多少孩子 还有多少家长 还有长辈 在这个过程当中 白白的死 冤枉的死 孤独的死 真的是让人痛心 东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事 敬赴笑谈中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 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撞声 千秋万事 我们连线的是 借文集前大使 大使 我们看到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在美东时间六号 在华盛顿 进行演讲 那当然演讲的时候 都没有提到 九二共识 在媒体受访的时候 讲了我们是 国民党 是一个pro usa 不是pro tryna 不是亲中 是亲美的政党 那么同时呢 他也 拜会了 美国国务院 跟亚太助理国务卿 还有AIT的前处长 见了面 那么 像这样子的一个 行程里头 他是说 他没有多谈九二共识 是因为希望 有模糊的空 中间 各自去表述 但是恐怕 基于原则的交往 所谓创造性模糊 是可以办到的吗 我觉得 我对他那句话 第一句话就有意见 他知道 国民党 不是这个党的全民 这个党的全民 叫中国国民党 所以你不pro自己 你叫中国国民党 你不是pro中国 你不是很奇怪吗 你叫中国国民党 你不叫台湾国民党 你也不叫国民党 然后你要知道 你创建的国家 叫中华民国 简称中国 那我想请教一下 你不pro中国 你pro谁啊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自己的定位 不是能够随便这样改变的 你如果说要做这样改变的话 你又能得到党员的同意啊 就像先前有委员提案 说要改成台湾国民党一样 那你改成台湾国民党 你就可以这样讲 你说我不是pro China 因为我现在叫台湾国民党 我跟中国划清界限 对不起你叫中国国民党 对不对 你的定位搞不清楚的话 那你的根本就动摇了 对不对 你的定位是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 你的创建人孙中山的时候讲 和平奋斗救中国 对不对 你每天念的国父 每天你们举行仪式的时候 每天先念国父遗嘱对不对 与自立国民国民 凡事实余年 深知欲达此目的 必须唤起民主 你联合世界上的平均代表民主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他过世的时候 写了讲章 和平奋斗救中国 那你说我不支持中国 那你就改名嘛 你又不能改名 你能改名的话 你就这样讲 那显示中国国民党 党员并不同意改名 有部分人在叫改名 那是少部分人 对你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 你对中国国民党定位 如此之定位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草率 他是不是能够做这样子的发言 作为国民党的党员 他有没有得到党员的一个集体 对他这样立场的共识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一个问号 是一个问号 那我也不认为他这样讲 对他在国内的选举会有什么帮助 对国民党的选举帮助会有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的话 基本上要得到人民的信赖 人民的对国民党的信不信赖 跟你啊 去你亲美还是亲什么 我觉得关系不大 还是在你在台湾这个土地上的耕耘 耕耘度有多少 别的不说啦 现在台湾大家都在疫情期间 Omicron的问题一大堆 请问你想 作为一个最大的反对党 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 对不对 有没有人在率领 这样一个最大的反对党 在为了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 在跟这个腐败 在这个违法作乱的 乱搞的一个执政党 从台湾现在老百姓的健康 跟权益角度上 去发挥一个反对党的责任 强烈的监督 强烈的谴责 强烈的督导 这一个不是不称职 不是任的一个执政党 有没有发挥这个功能 我只有这个问题 如果有发挥这个功能的话 台湾老百姓就会把票 要投给你这个反对党 下一次机会就是你 那有没有做这些事呢 没有做这些事啊 大家都在问说 我们反对的力量在哪 民主不是可以 民主不是制衡吗 对不对 我们都在问啊 我们一般人民都在问了 那应该做制衡最前锋的这个反对党在干嘛 要得到台湾老百姓的支持 我认为应该做的是这些事情 作为一个国民党员 我应该重点给大家做 把所有的执政同仁 大家怎么样 这个好 纠结成怎么样 成为有一个有目标 有战斗力 有绩效的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 反对党的责任不见得比执政党小 当然 反对党要做好的话 人民对你这个反对党就有信心 其实大使刚刚讲了一个关键 假设这个两岸的论述 党主席跟过去的传统国民党 有所不一样的时候 必须要取得党内的共识的 究竟国民党真正的论述是什么 对于两岸对于台美的关系 到底怎么定义 或者是要保持什么样的等据关系 其实不是他一个人说的算 理论上是应该要党内 有一个共识的这个机会 跟党员好好的沟通 达成一个共同的共识 可他这一趟出去呢 当然也有联合报引用了 所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副研究员接种 他给的这个肯定 他说呢 这等于是不失自身立场的回应 而且对包括国防啊 军备的问题啊 他已经开启了 可以跟这个美国重启对话的 不错的起手势 甚至有助于日后 再跟华府来谈国防政策 这个是联合报引用了一位 这个政策研究副研究员的看法 您觉得呢 真的有一个不错的起手势 而且有助于台美对话 这样的功能吗 我觉得台美对话的话 基本上应该对外 这个我觉得对外的话 应该是两党一致 美国人讲叫bipartisan 就对外没有什么各政党 自己对外关系 你对外的政策的话 你要在国内的民意机关也好 你对外你反对党也可以对台湾的对外政策 你也可以产生你的力量 对不对 你是反对党啊 你可以去背个这个执政长错误的政策 然后你可以施加压力 在让这个执政长在形成对外政策的时候 必须要把你反对党的意见掺那其外 而不是你这个反对党直接跑到 跑到你的国外国的对手去讲 讲另外一套你反对党的意见 这个是这个是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 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原则 这一点我觉得 虽然我是国民党员 我认为你要谈对外政策的话 你先在国内 你发挥你在国内对外政策上 制定的过程跟内容 你要发挥你一个反对党 第一大反对党应该有的应该有的力量 让这个政府 他在形成对外政策的时候 有你反对党的意见 跟他声音在里面 这个才是正办 而不是你直接去找 今天中华民国的这个外交的对手 直接去讲你自己的一套 我觉得这是一种混乱 对对外的时候 很少政党出去搞自己的政党外交 美国共和党出来搞外交吗 美国现在的民主党当政 共和党有派他的外交出来跟你搞外交吗 没有嘛 他的全新权利要在国内取得国内的选民的支持 然后他取得执政的职位 他自然外交权利就是他的 而在现在民主党的所有的政府的外交政策里面 因为共和党他在国会里面拥有相当的席位 共和党的意见跟共和党的支持跟反对的立场 他可以在国会里面就表达出来了 然后形成一个这个国家一致的对外政策 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不要小看台湾这个社会的知识的力量 台湾是会懂这一套的人很多 不过基本上我觉得 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 不是哪一个外国政府才决定 谁能够在今天你的国内执政或不执政 你如果认为你能够执政不执政 跟外国政府有关的话 那你这国家本身有问题 你应该完全由你自己国内的老百姓决定 谁能够执政谁不能执政 那靠的是什么 靠着你当在野党的时候 你做好在野党工作就好 靠着你在执政的时候 你拿得出执政的成绩 你就可以执政了 一切以这个 你所服务的国家跟政府的利益为最高 没有什么外国的利益在里面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国民党应该把自己本身的党务工作做好了 然后你这种重大的党的定位 你到国外去讲你这个党的定位的时候 然后你这个让很多人觉得很错愕的时候 那你的时候就 大家就问他说 你有这么大的权力 可以就做出这样子的 代表国民党就做出了这么大的政策 这么大的政策改变吗 的确现在在大家的观察里头 就要先讲朱立伦的论述 跟传统国民党不一样 那是不是有得到自己党内的一致的意见 其实这个真的是还没有办法有共识 可是无论如何跟台湾的民营党比起来 你看看我现在马上要进行的各种 所谓20世纪的台美贸易倡议 邓正宗好有信心说 哎呀我们先有了这个倡议之后 一些合作接下来就可以签FTA了 然后再来CPTPP也要签了 可能要等一下可以加入 那可是问题是才会我们待会九点钟要邀请的 就是前行政院长陈冲 他担心的就是说在一个不对等 没有互惠的情况之下 台湾要跟美国签FTA还遥遥无期了 想了很多 但是所谓的贸易倡议会不会都只是半导体 被压着打被预取预求 配合美国的要求 但是台湾却什么利益都没有拿到 其实就算是民进党跟美国的关系都是如此 更何况现在国民党如果手上没有任何资源 跟筹码要跟美国建立对话的管道 其实真的也是建立也不错 是应该可以有一个联络的或对话的窗口 或有一个可以接触的管道 但是你看看台美关系 是不是真的可以建立在一个 合理的平等的基础上 恐怕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那天这个民进党政府举行一个盛大的记者会 什么重要成果记者会 我觉得那个记者会不应该我们开 应该美国政府开 因为他讲那个要谈的十一项 没有一项是我们对我们有利的 那所有的十一项要谈的那个谈判的内容 都是美国对美国有利的 你这个未谈你就已经输了 如果说我们来谈什么 谈说我到你家里面的话 我可以把你这个东西拿走 还是把这个东西留给你 我到你家里面呢 我是要吃淡淡面呢 还是要吃牛肉面来讨论这些问题 可是问题你有没有讨论 他是在你家里谈你已经有的东西 你说这种谈判的话 你说我谈判胜利了 我重大成果 他终于要到我家里来跟我谈判 我家里的财产是属于我的还是他的 你说这是 这种状况值得重大成果吗 重大成果我说非常好 风刺的 这个重大成果的记者会应该美国来看 他们拿到了重大成果是这样的 然后你说你感动的半死 说这个人都不跟我讲话 他终于同意跟我讲话了 所以我已经感动的痛哭流涕了 问题就是说 重点是他要跟你讲什么比较重要 你坐下来跟你讲话以后 他说这个东西 你家里面的那一套沙发椅 我看得不错 你把它明天搬到我家里给我用 你自己找搬家公司 钱你自己出 把那个沙发椅送到哪里 然后我要用 对的人又看说 你家那个电视机我蛮喜欢的 你家有个花瓶 时间到了 谢谢大使 大使谢谢 我明天先跟大家预告一下邀请的是 叶框市副市场来谈讨论高雄选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